1942年的寒冬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 德国第六集团军遭遇了惨重的失败 在苏联红军的突然袭击下 过场的德军战线已经被打得几近崩溃 德军的前线部队陷入了苏军的层层包围之中 但深陷霍莫尔包围圈中的舍雷尔 格旅克领导的德国战斗队 却出奇的没有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战友们那样 被打得满地找牙 他们一直坚持战斗 甚至一度在战斗中占据上风 突破了苏军的包围 突破包围的幸存者说 他们获得了新的武器才突围成功 而苏军在作战的回忆中也提到了士兵们冲锋时 在较远距离上就被猛烈的连发火力打倒 牺牲的战友尸体上都有三四个密集的弹孔 这不禁让他们感到困惑 呃三得子的火力什么时候这么猛了 大家好我是星神 今天给大伙带来奇葩武器的第三期 看到前面的事 想必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德三的那支部队 用的是突击步枪 被无数人奉为德三军功化时代杰作的武器 当然你以为今天我要讲它 这玩意都被讲烂了 我也没说的必要啊 所以今天咱们不讲它 来讲讲STG44的那些冷门兄弟 在一战中 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交战的距离逐渐缩短 但是拉大枪栓吧 虽然射程远 但是射速慢 冲锋枪吧 虽然火力猛 但是手枪弹射程太近 所以大家寻思 把这俩玩意儿结合起来怎么样呢 所以就开始研制中间威力弹 在1938年 德国波尔特弹药公司 在7.92x57毫米弹药的基础上 将弹壳缩短到33毫米 诞生了7.92x33毫米短弹 在研发新型弹药的同时 发射弹药的自动武器也同时开始研发 开发新枪的任务落在了瓦尔特和黑内尔两家公司的头上 新型武器的名字被称为 巴拉巴拉我也不认识 1942 缩写就是MKB-42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就要说这下看懂了 不就是MKB-42H吗 不不 咱说的不是著名的黑内尔产品 而是另一款 瓦尔特MKB-42W突击步枪 最后这个字母就是为了区分两家公司产品而加上的 如图所见 瓦尔特的突击步枪长相非常别致 没有黑内尔的枪那么美观 尤其个人认为这个弹夹位置过于奇怪 虽然看起来奇怪 但是这枪的设计还是有点意思的 首先出现在30年代的末期 所以使用非常多的新的技术 该枪采用导气式原理 枪机旋转式闭锁方式 配备了先进的冲压和前托 和木质的枪托 同时也能安装描具 瓦尔特公司主导的突击步枪 在1941年就结束了研制工作 1942年完成了细节设计工作 并于同年提交给了德军 之后同意订购200支用于测试枪械的性能 根据测试结果 这款步枪也能加装榴弹发射器和刺刀 根据一些信息表示 在1942到1943年 共生产了3000支MKB-42W 装备德军部队用于战场测试 只不过这把枪在测试中暴露了很多问题 比如枪机旋转式闭锁方式太复杂 自动机零件非常稀碎 也不是咱黑他 来来 你看这个图的对比 上面是黑内尔 下面是瓦尔特 这家伙一拆拆出了一大堆零件 就这么一个设计 他能不被淘汰吗 所以德军并不看好这把复杂的烧火棍 随机一脚给他送进了坟墓 转而选择了成熟的黑内尔的产品 黑内尔的枪经过后续改进发展 成为了著名的SPG44突击步枪 1944年初 德军武器部门的一份报告 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 这份报告指出 生产一把MP44所需的工时仅为19小时 远比KR98K G43等传统步枪少 且因为采用成熟的冲压舰工艺 所需钢材也比大部分枪械更少 且单价仅需66马克 不过因为盟军战略大轰炸造成的工业能力丧失 储备资源严重匮乏 和战线不断败退紧锁的窘况 德军急需一款更容易生产 便宜简单的新型突击步枪 为此他们要求已经中标的毛色公司 黑内尔公司提交新型突击步枪方案 对于黑内尔公司来说 鱼果施脉色大佬 其实从MKB42就一直在探寻突击步枪的简化设计 内部结构都经历了数次简化 在之后更是设计了一款简化机匣的突击步枪 这款原型枪带有MP45的名文 此外还有一把名为实验9的原型枪 也是施脉色设计的简化突击步枪 所以在接到这个命令以后 很快就掏出来了一把名为 STG45H的突击步枪 当然作为竞争对手的毛色公司 也没有闲着 设计了STG45M突击步枪 咱先说施脉色的产品 这把枪的信息少得可怜 基本上就一句话 乍一看这把枪非常简陋 怎么连护目都没有 这枪也的确是这样 导气管外露 它沿用了MP44的长形成活塞导气式原理 导气管改成了简陋的统型零件 延伸到枪口是以便于安装准心 这把枪的机匣设计十分简洁 固定方式保持了MP44的设计 可以从后端掀开它的上机匣 取出枪机 但不再需要先取下枪托 整体设计简化到了极致 当然这个外观可能并不讨血 它的结局也很仓促 它被搓出来以后 没有参与任何德国官方的测试 为啥呢 老家被占了 在1945年4月3日 目前已知的唯一一把样枪 被占领黑内尔的美军发现 并送到了马里兰 如今它静静地躺在春田兵工厂 旧纸服务馆里保存至今 毛色公司的STG45M就要美观得多 首先这家伙整体长度 被缩短到了不足一米 重量下降 原本他们采用整合MG-42技术的 导气冲成步枪的设计 但是根据后续的研究 导气部分可以完全被省略 所以工程师们改进了原有的架构 取消了导气系统 并开发出了新型延迟滚住闭锁 这也使得枪支的架构成本 降低了不少 等等 这个延迟滚住闭锁对于懂枪的朋友来说 是不是很耳熟 没错 后来的G-3步枪 海岸P-5冲锋枪 就是STG45M的后继者 因为采用了简化的结构 STG45生产原料成本和时间 比STG44缩小了近一半 当然还是老一套的结局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随着三德子的战败 后续给德三部队 换装突击步枪的梦想 也随之破碎 仅生产了30余把实验样枪的 STG45M 也和黑内尔的H型一样 没有经过测试就被完成缴获 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总的来说 STG45虽然没有正式服役 但是它身上的很多高性能的设计 都被应用在了下一代突击步枪身上 从MKB-42再到STG45 都体现着德老在单兵轻武器方面 不断的探索 而诞生在三德子的突击步枪 也以划时代的构思和设计 在人类轻武器的发展历程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